現在要問一個男人最想問的問題 其實男人女人應該都一樣啦 想問什麼 就是要怎麼樣破除他的心理障礙 讓他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因為我發現有些人格局就是做不大 我在講我自己啦 不會 就是有些人他可以把企業搞得很大 可是我自己有一個障礙就是 我一直有個心理的感覺就是 企業做那麼大家庭就會顧不好 我一直有這個 我不曉得這個到底對還是錯 所以我是覺得我是不是因為被這個框架框住 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把企業做大 那以你的經驗來分析的話 你會怎麼解決讓我的錢賺更多的問題 好你剛剛還有問題 請你想一下那個郭台銘 對 人家也是企業做很大 然後家庭也顧得很好啊 可是我會覺得他壓力好大 我不想壓力那麼大 好在我們這邊啦 有的時候我們除了家屬排列也好 其實很快能夠看見說 你的金錢限制新信念 什麼叫做金錢限制新信念 現在我想問你 當你擁有很多錢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小孩會被綁架嗎 我覺得如果讓太多人知道的話 我覺得我會害怕這一點 真的齁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小孩子被綁架這件事情 不管你有沒有錢 會被綁架就會被綁走了 不管有沒有錢 會被綁就會被綁 對啊 現在新聞不是還蠻多 就是到處誘拐抱人家的小孩有沒有 有吧 就是偷拐人家的小孩 也是有嘛 他去誘拐的時候 他是隨機抱的吧 他其實並沒有去分辨 你是有錢人的小孩才抱的嘛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你曾經也許有個經驗就是 我在金錢上 會很擔心 因為電視上報導都是說 因為他 擄人車 對 擄人何俗啊 有錢人才會被關在那種傷心車裡 幹嘛幹嘛 有沒有 所以你們就很容易這樣去做一個連結 變成我不敢讓我自己有錢 因為有錢 我的後代可能會有安全上的疑慮 你莫名其妙在你的內在裡面 做了一個這樣的循環扣住了 那這樣子類似這樣子的金錢限制新信念 其實在我們家牌裡面啊 或者是NLP的那個金錢流 金錢的時間線裡面 其實都可以把它抓出來 那我們只要去扭轉他 或者是我們去修正他 因為他會牽扯到一個信念的層次 你對於你自己能不能夠做個有錢人 那有錢人很妙的是說 他可以去分辨你有沒有想要 擁有像有錢人樣子的生活 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啦 那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想要又有錢 可是我又想要顧到我的家庭 他其實會有一個平衡的點 那你慢慢的 因為每個人的那個工作性質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每個人的那個平衡的基礎點也不太一樣 那這個也可以從我們的課程裡面可以獲得幫助 那慢慢的你的格局當然自然就會 速度會變很快 當你把這個限制性信念拿掉的時候 所以用什麼樣的方法或技術去把這個限制性的信念拿掉會比較好 在我自己這邊我有那個富貴地堡遊戲 我把它稱為遊戲的原因是因為它其實就是富爸爸 熊爸爸所開發出來的有一個就是老鼠老拳 可是在執行這個的過程裡面 我其實就會挑戰一些個人的金錢上的限制性信念 那也有就是我們講的系統排列的部分 那如果你喜歡比較一對一的方式 那NLP或者是催眠這方面其實都可以協助你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就可以把我的限制拿掉 我會先讓你看見你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搞不好連你有這樣的限制 你都沒有覺察 對對對 那透過一些比較我們有系統的告訴你 或者是說讓你去發覺說 我好像是真的是把這些mix在一起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會去脫離 然後成為有錢人的樣子 окon findetれene的 也就是說 有 GOD